高宏安向中華大學道歉 被發現說他是被要求才道歉 然後連字幕都是被要求才上 那這個想問你怎麼看 高宏安候選人一直都不知道真正的問題在哪邊 他對於所有的民眾為什麼會對這件事情的憤怒 高宏安委員可能還沒有找到真正的原因 這些不管是說他針對中華大學夜間部 或者是特定學校的發言 甚至還說我們新竹市還有世界高中 我都去世界高中去演講鼓勵他們 我認為他對於所有的民眾 為什麼會對這件事情的憤怒 高宏安委員可能還沒有找到真正的原因 不過我想重點都不是他道歉的態度 或他講話的態度跟這種做法 我必須告訴我們所有學習中的孩子 尤其是中華大學或者是任何一所學校 每個孩子有學習的機會你們都是最棒的 我所認識的中華大學不管從過往到現在 我們都有很多優秀的畢業生在新竹市做貢獻 所以重點是每一個人要對自己都要有信心